大家好,今天又要開箱了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 生活中的小玩意兒 它是一個工具組 也就是Everyday Carrying 每天都要帶的一個小工具 那我這個品牌的話 它是FIXR Fischer Mart Tour 20合1的多功能的工具組 那我跟以往的慣例一樣 我就是跟大家一起來開這個盒子 那今天這一個工具組的話 是從蝦皮牌賣買的 那 這個 什麼叫做EDC Everyday Carrying 就是說我們日常生活的話 有些東西是每天都要帶的 例如像什麼呢,像錢包 鑰匙 車鑰匙 或者是筆記本,筆 智慧型手機 這些的話我們都稱它為EDC 那我們大部分人的話 除了帶這些小東西之外的話 我們還會帶一些隨身的工具 為什麼說要帶隨身工具 我跟這個賣家 他的包裝還蠻特別的 他用這個 發泡的那個 這個膜來做包裝 對 那為什麼我們隨身要帶這些小工具 就是說我們生活裡面 就是一個冒險 每天都會受到一些不同意外 意料之外的狀況 那這些狀況的話 我們總是要有工具來排除 那我們今天的背景音樂的話 也是有特別挑選過 這是馬蓋仙的音樂 這大家都很熟悉 尤其是稍微有點年紀 六七年級的朋友們 講有點年紀 不好意思 就是六七年級的朋友們 那這一個工具的話 它的包裝還蠻精美的 它是一個硬盒的 它這個包裝還蠻精緻的 是一個壓克力的包裝 然後有點像防水盒的感覺 這很符合它這個產品的屬性 就是一些日常功能 那我今天呢 除了開箱 這一個FISER 正牌的FISER20合一 20Tours in One 的這個小工具 這是正版的 然後我同時也會跟各位介紹 盜版的 其實有任何一個產品 它有大量的盜版的時候的話 代表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那因為今天在 有些朋友 在我的影片 或者是寫Email來 有一些回饋 他說我的介紹的東西的話 就稍微有點涌藏 那我在想 我們在這個介紹裡面的話 大家應該比較想要知道 正版的 正版的FISER20合一工具組 跟盜版的差別在哪邊 所以說我等一下的話 會先介紹這個部分 然後我再跟各位介紹 我們正版的這樣的一個Tour 該怎麼使用 好 那這是正版的 正版的東西的話 它包裝還蠻精美 那裡面的話 它就是 一個工具組 那這個工具組的話 長這個樣子 那裡面的話 還會有一個皮套 那這皮套的話 它是要方便讓我們這樣子收納 那收納的時候 因為它這裡是有鑰匙圈功能 所以說 我們可以扣在我們的鑰匙圈上面 那這個地方有套住的話 它不會去磨壞我們的鑰匙 因為我們有可能會跟車鑰匙 扣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話 避免去傷害到其他的附屬物品 那我們今天來開這個箱子 用到這個工具的話 也是我前陣子 跟各位介紹的 這個是 這個就是好東西 這是Lazerman的Charge TTI 這應該是Lazerman工具牆裡面 最高檔的 那各位 可以回顧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Lazerman 好 然後呢 現在要開箱的 是另外一個 是盜版的 那盜版的話 我一樣也是在 也是在那個 蝦皮買的 那這一個 也是一樣 跟他一起來開這個箱子 那不過我這一次 這個盜版的部分的話 因為盜版它蠻便宜的 所以我一併的話 又買了其他東西 這樣可以省運費 好啦 那我其他買的東西的話 也一併的跟各位分享 其實都是一些 日常的 生活小物 那這一個工具前 Lazerman TTI Charge TTI的話 非常的推薦各位 能夠擁有 生活中的 好幫手 好 那這裡面的話 當然我們有買一點 這個遮陽的帽子 好 那裡面的話 還有一些工具 這是一個哨子 這是一個哨子 然後高效能哨子 然後這是三個音管的 所以說聲音很大 那還有一個這種可以掛 寶特瓶的一個小工具 可以把它 那個寶特瓶的話 掛來包包上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也就是盜版的 盜版的這個fisher 那盜版fisher的話 它的差別在哪邊 來 先開來給大家看 那這兩個的話 差別在哪裡 好 仔細看一下 那當然 我們這個價格 差那麼多 其實這一個小工具的話 其實這一個小工具的話 其實任何小工具都一樣 只要是EDC 的Multitools 這樣的小工具的話 通常售價都不會太便宜 它的價格 大家不可思議 它只有它十分之一的價格 但是如果說是 以十分之一的價格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不會說 在品質上面非常的苛求 那我們先講一下 第一個 它差別在哪邊 我們看到正版的fisher 它上面是 公分 是五公分的刻度 這邊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是五公分的刻度 那盜版的話 它是用inch 用英寸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這是第一個不同 那第二個不同的話 怎麼樣的能夠簡單的分辨 我們轉過來 我們轉過來 盜版的話 它這邊缺了一行字 缺了一行字 大家可以看到 正版的上面的話 它會寫 True Utility Fisher 下面這邊的話 這行字不見了 下面這邊 有20英萬 Pocketed Tool 這是一樣的 然後Pocketed Tool的話 正版的字比較小 那盜版的字比較大 下面這個磨的部分 它讓你磨指甲 或者是說 這個簡單錯刀的部分 幾乎是相同的 那 這上面的話 還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除了這個印刷 這印刷的話 當然我們在拍賣上面的話 是最容易認得出來的 當然拿它賣假的東西的話 也有可能用真品的 照片 去 混淆你 但是大家如果收到的時候 要小心 因為它如果是拿這個 十分之一價錢的產品 來賣你十倍價格的話 其實它的利潤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講說 這個東西不好 因為它價格 畢竟非常便宜 所以說 以它的這個價格來講的話 它這樣的功能 已經算是可以接受了 然後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正版的部分的話 它在這個轉折 這裡面的話 它的多功能工具裡面 其中啊 它的 它的這個螺絲的 這個工具的話 它是可以轉的 那轉的話 我們在正版裡面的話 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它有一個檔次 一個檔位 一段一段的 有檔位 那這個盜版的部分的話 它就沒有這個檔位了 它就沒有一段一段的 這樣的感覺 然後再者的話 是說 我們這個正版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刻度 一格一格的話 它是非常銳 銳利的 也就是說 我們之後再轉 這個六角的 螺絲螺膜的時候的話 它會卡得比較緊 它應該轉的會比較好 那這個的話 它的 這個地方的話 沒有很銳利 但是我看起來的話 還算堪用啦 那再來 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在這個地方 前面的話 它就是有一個 那個可以 撬棒 什麼叫撬棒呢 就是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示範 就是說 這邊會有一個釘子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把它撬起來 把它挖起來 那這釘子的話 還是我剛剛自己先釘好的 的道具 這樣比較好說明 那但是 如果是在盜版的部分 這個是盜版的 盜版的話 它的這個 V 就是非常的V 很平 我在想這個撬起來 當撬棒的功能的話 應該不會太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右邊這是假的 這是真的 真品 這是防品 防品 防品在我的右手 那 真品在我的左手 那可以看得出來 在很多細節上面 是有很多不一樣 其實不用到細節啦 我剛剛講細節的話 不是很頭當 在很明顯 就會感覺到 它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 印刷啦 上面的字體的印刷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的話 印刷幾乎是看不清楚 那這個印刷的話 是還蠻明白的 是這樣子 那至於它這個地方的話 它有兩個 六號跟八號 它的這個 六角的板手的話 這兩個部分看起來 是還蠻接近的 都還蠻好的 是這樣子 那這一個裡面的話 有附一個小刀片 那這小刀片的話 看起來的話 這個確實真品的話 是比較精細一點 然後它上面的 用的螺絲也不一樣 這是用內六角的螺絲 那防的話 它是用一個 這也是內六角的螺絲 只是說它刀片會小一點 那整個來講的話 其實你們如果說 各位買到防瓶的時候 我來想 應該是很容易辨認 你看它上面的一些 字的印刷 也是印得非常的粗糙 怎麼說呢 它這邊要寫 Open Plus Closed 這字的話都印得非常的模糊 因為它印的時候錯位了 所以說 以至於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話 字體都 模糊 那 最大的差別 就是看到你上面的話 是英寸 inch 那它就是防的 真品的話 它上面是用公分 的單位 用cm cm 然後它背面的時候的話 這又更容易辨認 背面的話它可能怕侵權 所以說它的這個字體 True Utility Fixer這個字體的話 整個都不見了 這個就是防瓶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防茂瓶 怎麼辨認的話 這件事情我已經交代完了 這個 這個重點的話先看 因為有些 朋友的話 有時候都講說 我們重點都放在後面 這樣不太好 好 已經介紹完了 我先來介紹一下這一個 兔兒的話 它該什麼使用 好 那它這裡面有幾個功能 你看到我們 我們看這上面這個旋轉盤 好 這旋轉盤的話 左上角這個叫Nios 它讓你可以清 那個手指頭的指縫 好 不過我這個可能 我用不到 因為我從來都不留指甲 因為我們學音樂的人 所以是有可能要演奏 所以說指甲是很不方便的 那再來說 它會有一個 中的螺絲起子 中的那個 這個叫做 起子 那也會有一個小的起子 這小的起子的話 就是可以開 眼鏡啊 那種比較小的起子 那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更小的一個起子 更細的一個十字的起子 是這樣子 那這裡面的話 這是四個功能的 對不對 那這上面的話 還有一字型的起子 在這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一字型的起子 我的左手拇指 這個位置 一字型的起子 那這一個的話 是大一點的一字型起子 那這一個 上面寫Spoke 這做什麼呢 這是腳踏車的小工具 也就是說我們在 騎腳踏車的時候的話 它有可能會繞鏈 繞鏈的話 這個可能 我發現我的影片 有一些香港朋友在看 好 對 那香港要 最近比較多事情 那這個 香港的話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這就是說 你的那個 齒輪 掉的時候的話 你用這個可以把它 扳起來 掛到那個 腳踏車的齒輪 上面的話 它這樣子的話 就不用沾手 然後這邊的話 有一段 五公分的尺 然後這裡面的話 最好的功能的話 是這個 就是六角螺絲的板手 那它總共會有六號 有八號 然後這裡的話 還會有十號 十二號 跟十四號 總共五個Size 五個Size的 那個六角的螺絲的板手 在這個地方 是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這個一開罐的 這個一開罐的話 是像這種啦 像這種 九瓶的開的 不過 我必要跟各位說明一件事情 我們通常 這種九瓶的開 拿這個 鑰匙的掛鉤 來開九瓶的話 通常效果都不會太好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但是 這個東西的話 畢竟是一個 在戶外的時候 將就使用的工具 那我們能夠達成目標的話 也就好 也就可以了 不會對於它的效果 性能 苛求太高 畢竟它是應急的一個產品 對 那家裡面的話 其實我也不太喝酒啦 在廚房裡面 拿到一個這個 紅標料靈米酒 對 那 這個 一些小工具的話 那這裡面的話 還有 當然這個可以磨指甲的 那 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小刀 這個小刀的話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小刀為什麼要做在這裡面 因為它就是要讓你 平常切割的時候的話 是有一些線頭啦 或者是說 拆箱的時候的一些頭的話 可以 可以使用的 所以說它不會說 它不能夠坐在外面 坐在外面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在 搭飛機過海關的時候 只要你這個刀片 它是坐在外面的時候 通常都會被攔下來 通常都會被攔下來 這樣子 或者是說 你的這一個小刀的話 它就是 工具的話 它就會幫你沒收 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坐在裡面的話 是有這樣子的好處 好 然後 跟示範一下 通常會怎麼樣使用它 這個第一個的話 是說 它的這一個螺絲的話 例如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我們這邊有一個螺絲 我們就可以轉它 轉動它 對 左手稍微順手一點 好 你就可以轉動它 是這樣子 好 當然 我們這裡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小的 中等的一個螺絲的話 我們也可以轉動它 這邊 如果說你的那個 螺絲是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好 像這樣子 很小很小的螺絲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轉動它 好 或者是說 你真的是 在更小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一端 用這個更小的 好 你也可以轉動它 好 這樣子 這樣來使用 好 那 像這個 內六角的話 好 在家裡面 也找到一個東西 可以來示範 好 你可以這樣把它套住 套住 然後呢 來轉動 來轉動這個 這個 六角的螺絲 好 我為什麼說這種 好 Mod Tool 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在生活中 如果說 臨時拿到一個 一個 需要處理的任務 或遇到了一個小麻煩的時候 這種東西的話 是你沒有工具 絕對是辦不到的 好 那所以說 為什麼我們身上 會帶一個 隨身的工具 的理由 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 內六角螺絲 在這裡 那這前面的話 它是一個 鞘棒 這裡 這個叫做鞘棒 鞘棒的話 我們這裡看得出來 它是 釘子的時候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挖起來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把它挖起來 好 這釘子 這釘子是我剛剛才釘的 釘得蠻緊 好 你就可以把它 翹起來 好 那這個如果是 大支一點的話 我們台灣話會講說 這個叫馬鹿 好 然後呢 像這個的話也是 這剛好也是 這個是比較小 比較小 好 這是十號的 十號的那個 十號的那個 六角螺絲 這樣 效果還蠻好的 其實它鎖得蠻緊的 對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 試試看這個仿的好了 仿的它會 在使用上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說 假設 預算有限的話 用仿的 我個人也沒什麼意見 我也不是什麼 爭議魔人 但是我發現一個小問題 以真品來講的話 這裡面 這個是一個 十號的螺絲 我們在這邊轉的話 是轉得非常的 非常好的 可以轉動 轉動 使用上是非常正常 但是如果說是用仿的 用仿的話 我發現一件事 裡面的 這第十號 它其實Size不對 好 那你退出來 這一格的話 也不對 它整個Size是不對的 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一個仿的 恐怕無法使用 大家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感到蠻意外的 所以剛剛沒有測試的話 是不知道 沒有錯 它裡面的這一格 是沒辦法使用的 但是啊 如果說是真品的話 那是沒有問題的 在使用上是很OK的 那所以說 這個時候的話 防的不是說 因為它仿冒啦 是它在功能上面 真的是出了一個大問題 好 然後 我們可能還 也可以試一下它的 這個開屏器 在野外的話 你如果說 沒有 想要開 開一罐飲料來喝 但是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真的是不行 不過我一直都還不知道說 這樣子的一個開屏器 到底是要怎麼使用的 我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不太能用 好 然後這上面的話 這個以錯刀來講的話 這個可以抹指甲 好 大致上是這樣子 這還不錯啦 因為它非常方便攜帶 而且 不會對於日常生活 有什麼樣的負擔 這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那其實這個工具的話 在國外 在美國 是賣得非常好的 在 很多場合的話 我看到好幾次 都有人在使用它 那你看它外面這個皮套也是 你這樣把它套住了之後的話 整個還蠻 蠻帥氣的 只是單價稍微高了一點 好 今天的話 開箱的到這個地方 它是Fizzle 的True Utility Earth Tools in One 的一個產品 這個推薦給大家 好 謝謝